赞者作诵,喜凉吆喝,新人盛装行古礼,这是记者8月7日在福州见到的一幕。 当天,爱在第一家园两岸青年集体婚礼精彩上演,恰逢中国农历栖家节, 30对新人用汉式集体婚礼演绎了中式传统浪漫。 伴随着典雅庄重的礼乐,30对身着传统汉代婚礼礼服的新人们依次入场, 各对新人跪坐于基岸两侧,婚礼依古礼进行。 人群中记者见到了从福建平堂来参加集体婚礼的诗强、 诗强、陈昭欣夫妇。诗强是平堂本地人,他和陈昭欣的缘分从打车开始。 我跟我太太认识其实蛮特别的,我们是通过滴滴打车认识的, 其实说是蛮有缘分的,因为我们也想传导我们的就是说一种幸福吧, 可以这么说,就是说我们两岸之间这种就是说婚姻, 我们的这种幸福的一种传递吧。 诗强的太太陈昭欣是台北人,2017年初来到平堂工作。 人生地不熟的他在最艰难的时候认识了诗强,也成就了一段姻缘。 因为刚来平堂前半年真的很辛苦,然后我老公陪我走过就是最辛苦的时候, 然后给我很多勇气跟动力吧。 台湾其实一般大家也不会用汉服来举办婚礼啊,很少啊, 真的很特别,就是一个很难得的体验吧。 来自台湾桃园的陈昏杰和福州女孩柯一龙也参加了本次集体婚礼。 在他们看来,中式婚礼,轻排场,重礼仪,能让新人们充分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。 学习这种汉式的这种礼仪啊,对,可以多了解一些以前的这种礼仪习俗。 如果说通过这次婚礼能够重拾以前的一些礼仪, 或者是一些能够传承下来的文化,我觉得还是挺好的。 记者了解到,自1987年两岸民间交往恢复以来, 两岸人民之间的通婚逐渐成为常态。 截至2018年年底,在大陆办理结婚登记的两岸婚姻超过39万对, 其中,敏台婚姻约有11.6万对。 透过这个两岸的婚姻呢,可以让不只是这一对新人, 他们能够更好的交往交流。 那么两边的家族的成员呢,他的亲朋好友, 也可以透过这个两岸婚姻呢,两岸的这个能够更加的充分的认识跟了解。 所以说我们也希望说,能够未来可以促进更多的海峡两岸的婚姻, 来增加我们海峡两岸的这个交流交往的联性, 也增加我们未来,面向未来台湾跟大陆能够更加的和平发展, 成为真正的一家人。